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文章博士 官智从四位 又成为连仓幕府的政所别当 地位仅次于大江广源 名义上比北条一时还要高 他出身京城贵族 又做了连仓的在京都的玉家人 他虽然没有飞扬的文采 却有着博学的知识 原始朝和顺德天皇都让他做了士读 原仲章虽然和原赖朝一样 都是原始出身 但是 原赖朝出自河内元氏 而原仲章则出自宇多元氏 两者在血缘上的关系 只能用三百年前是一家来形容 原仲章的父亲 原光远 是后白河院的近臣 而他自己则是后鸟语院的近臣 但是 他很早就与连仓幕府有了瓜葛 被连仓列为在京玉家人 有为连仓追捕罪犯的责任 1203年 原赖朝的弟弟阿野全成 涉谋反罪北珠 当时阿野全成的儿子阿野赖全身在京都 第二年 在东山延年寺中 杀死阿野赖全的就是原仲章 1206年 在后鸟语院的安排下 原仲章往返于京都和连仓之间 成为原石朝的士徒 教授原石朝 玉柱孝经 贞观政药等汉学典籍 从此 在朝廷和连仓两面都建立了声明的原仲章 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个双面间谍 他将京都的情报提供给原石朝 同时又将幕府的情报报告给候鸟与上皇 而读了书的原石朝 在执政作风 以及对文艺的热衷上 都在向朝廷的贵族靠拢 这与通过武力建立幕府的原赖朝 以及连仓众多玉家人对比鲜明 原仲章在其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 不得而知 或许他并没有目的性 但他对原石朝的影响在前一幕话中逐渐形成 这尤其表现在原石朝对京都皇室的态度上 原石朝的尊皇态度 无论是否原自原重章的诱导 结果就是 这样的态度导致了他和连仓旧臣之间的隔阂 他不顾北条一时 大江广元等人的劝说 执意接受朝廷不断提升的官位任命 并仿效朝廷的做法建立幕府的诉讼和政治制度 1213年 原石朝下令 朝廷下达的命令 幕府应该积极响应 1216年 原石朝将袁仲章 大内为信等 这些候鸟语院身边的亲信大臣 任命为政所别当 袁仲章自此进入幕政中书 1219年 原石朝获得朝廷任命 为右大臣 就在贺刚八番宫的神殿前 举办的拜贺仪式上 袁仲章和袁仲章一起 被袁仲章家的儿子公晓砍了脑袋 对于公晓的动机历来有多种猜测 但联仓幕府内东国武士势力 由于队袁仲章崇皇态度的不满 从而策划了这次暗杀行动 在逻辑上似乎更为合理 首先 假如公晓是为父报仇 那么他暗杀的 应该是北条一时 甚至是北条正子才对 从暗杀前后的事件来看 公晓把袁仲章错认为是北条一时的猜测 并不合理 第二 对于这次暗杀 无期境中有这样的描述 临行之前 自成年后从不落泪的大江广源 竟然泪流不止 如果不是神灵附体 第六感爆发 难道不正说明大江广源 早就知道 袁仲朝此行是有去无回 第三 本来应该待在袁仲朝身边担任 玉剑义的北条一时 在进入神宫前 说自己心神紊乱 就临阵脱逃 让袁仲章顶替自己上场 一个幕府老臣 怎么会仅仅因为心神不宁 就改变如此重要的仪式安排 难道不是有意让袁仲章 陪着袁仲朝去送死 第四 袁仲朝在临行前 似乎也意识到了危险 他拔下自己的头发 送给给他梳头发的人 他走出庭院时 还涌了一首和歌 枝头的梅花 我将要离开 不要忘记曾经盛放的春天 仿佛就是死前的永叹 一路之上 乌鸦悲鸣 佩剑折断 白狗乍现 一切都像是幕府内 全力重构的斗争 在暗流涌动 预示着悲剧的来临 第五 袁仲朝死后 公晓带着原始朝的首级 逃至雪下北谷 他通过三浦一村的儿子 跟三浦一村取得联系 宣称如今的将军 已是自己准备投奔三浦一村 三浦一村将此事告知 北条一时 设下伏击等着公晓前来 当公晓抵达三浦一村的宅邸 准备翻墙而入石 被杀身亡 从过程上看 公晓似乎对三浦一村 十分信任 否则他杀掉了幕府将军 怎么会那么轻易地落入幕府的伏击 作为幕府老臣的三浦一村 也因此被怀疑是和北条市一起策划暗杀行动的幕后黑手 在利用公晓杀掉原始朝后 他们又设下圈套杀掉公晓灭口 第六从结果上看 袁石朝死后 尼将军北条正子成为镰仓拥有最高权力的人 而京都的候鸟语院同时失去了袁仲章这颗安插在幕府内部的钉子 以及袁仲章培养出来的对天皇崇敬被制的幕府将军援石朝 也就失去了对镰仲幕府进行远程操控的力量 之后他对镰仲的态度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最终发动了成久之乱 一系列疑点让人不得不怀疑 正是袁石朝在袁仲章等人的影响下 在对朝廷的态度上 与北条市 三浦市等势力产生了巨大的鸿沟 袁仲章等上位 而就势力逐渐退场 于是就有了攻晓暗杀行动 而袁仲章作为袁石朝崇皇体系的推手 自然也被设计在内成了刀下冤魂